有不少正处于孕期的女人想着尽快卸货,这样可以让身体变得更加轻松,月子期间还可以好好休养,也不用承先提心吊达,就怕胎儿发育不好。 可是谁能想到,做月子可不比怀孕轻松呀,月子期间调养好,那么产妇的身体可以恢复到产现状态。 相反,没有做好月子,要明白月子并将会找上产妇,老一辈人传下了不少月子禁忌,有一些当然属于陋习,但是有部分禁忌非常实用,无产妇定要懂得取舍,否则很容易让宝妈身体恢复不好。 第一种,不要干体力活,让身体才能够尽快康复。 我们不得不说有些产妇做月子,因为没有人帮忙照顾,无娜只能过早下床干活,不仅需要每天照顾宝宝,还需要做不少家务活。 可是孩子的出事让产妇的身体还处于极为虚弱的状态,难道不应该多休息吗? 产妇整日处于操劳的状态,很容易身体难以吃得消。 比如宝妈长时间弯腰给孩子洗衣服,或者每天抱着孩子喂奶,这些都容易让腰部或者手把酸痛。 等到住月子以后就是肠腰酸,这些真是让人感到心痛。 月子期间可不要舍不得花钱,身体可比钱重要呀。 第二种,不吃一点盐,认为吃盐会让身体变差。 有不少长辈认为生完孩子的前三天是不能吃盐,否则很容易让身体出现浮肿。 这个说法特普吗? 如果产妇长时间吃的饭菜里面没有任何盐,很容易会出现食欲下降,或者不想吃饭。 因为身体内将会缺少某种元素,长时间感觉身体没有一点力气,所以产妇可以吃盐。 只是月子期间的饭菜不能多放盐。 因为女人更生亡孩子以后,身体将会大量出汗,就导致分泌旺盛,本身以内就很缺水,吃太多的盐会影响到乳汁。 第三种,多吃鸡蛋,一天最少八个。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太夸张了吧,可是这样的婆婆还真不少。 身边有不少产妇坐月子的时候,婆婆让产妇每天都吃鸡蛋,并且规定每人吃鸡蛋的数量不能少于八个。 因为在老人的眼里鸡蛋是高营养品,可以让产妇的身体快速恢复。 其实,一个人每日吃鸡蛋的数量,最好控制在两个左右。 否则吃太多身体不能吸收呀,不过可以吃点高蛋白的食物。 这样还可以让乳汁多分泌。 月子期间,产妇可不能过于热性,尽可能让自己的心情保持愉快。 这样可以让你度过一个开心的月子,每日要保证营养的均衡,才能够保证婴儿的口粮充足。 难道不是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